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底是谁大谁小的问题 杭州是个人节地灵的地方 作为浙江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里孕育出了宗庆后 马云 丁磊等中国守护 在这些人中 42岁才开始创业的宗庆后 其管理风格可能是最另类 娃哈哈从一个只有三人的校办经营部 发展为三万人的中国最大的饮料集团 创业近30年 宗庆后始终一人独揽大学 企业长期不设立副总经理职位 只有一些中层管理人员 大到公司战略 小到一个产品的生产设计 宗庆后几乎势无巨细 势必公亲 这个他是在他们那个武警 他们在网东的那个新娘的玩具厂 刚开始小半期开始 他也给我派了个副厂长 我坚决不要 我说你要派个副厂长 干脆就让他当厂长 我不干 你真是个强人 真的 这个过程派系 他们的构心度假 这个厂搞不好 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势必共亲 你必须要做厂长 你要懂 你要懂业务的话 人家才扣有不了你 自信 坚持 然后踏实 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极权 任何企业的管理模式 它没有最好 只有最合适 从娃哈哈现在的经营实践来讲 可能他的这样的一种管理模式 一定是有他自身存在的道理 而且被实践证明 对娃哈哈管理是比较有效的 2015年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互联网家的概念风起零涌 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了世界互联网大会 呼证峰会 天猫的双十一购物节 创造了912亿元的新销售记录 网络经济正对传统产业 产生巨大的影响 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标准 马云等互联网企业 无疑是中国经济的新影情 宗庆后等传统制造企业 则是那个老影情 但无论新影情如何光芒四射 老影情并不服朗 已经年过70的宗庆后 仍然坚守一线 实践着实业报国的理想 带领着他的娃哈哈集团 再向千亿销售目标奋进 那你觉得我们本土的 这个市场里的这么多的竞争者 哪些是给你造成了一种压力 也没有了 都没有 那白是不是 没有 统一跟康师傅呢 也没有 压力太重你可是也发生不了 是吧 所以毛泽东说战力上要藐视的人 战术上要咒视的人 是吧 跟每个竞争部署他的时候 人家认真对付他 你说看见他害怕 你怎么竞争得过他 你很快线到现在为止 一年还能卖一百多亿吧 一百多亿吧 一百多亿 最多是卖两百多亿来 哦 你想听一下 他那个假冒的 那个引擎的 我三十多亿 那现在从单品角度 排第一的产品是什么 销售额 应该还是一百多亿 第二呢 水 水的量子比它还大 但是价值是没它便宜 对 从吃产下就几毛钱 食品饮料行业竞争异常激励 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同台竞争 但是无论市场如何变化 华哈哈集团始终保持领先地位 宗庆后也一贯坚持其强势的管理风格 带领企业度过无数关键时刻 你一个百人小厂 他一个有两千多职工 这么大的一个 而且当时负债也挺多的 这样一个一个厂 当时其实是在全国 引起了很强烈的一个反响 因为他们实在主要 一个是什么麻痹 一个人我们就想一下 去收购他一个国营大事 跟面子还过不去 第二呢 他的终身干部 怕我们去了以后 把他都免掉了 换人了 所以我让他去我说这个到底是谁大谁小的问题 我说你连 你连办都吃不上 也没市场 你还来负债 我说我产品供不应求 有产品 而且我现在销售业比你高 而且我你还在大量存款 我说到底谁大谁小 这个关键是什么东西 我是承认觉得 你这个我们建柄以后 我们是一丝同仁 在开始我可以补替你给你发奖金 到后面按照你实际的那个贡献来发奖金 再来我说你的顾中干部 因为当时我们这个 说说一百两个人 实际就死两个人 其他都是农民工 我说我也没有干部可以派 对吧 我说还是你原来什么干部你什么干 但是有一条 干得好就继续干 甚至还可以提拔 干得不好对不起 那要换人 那这样子他都稳定了 所以故障通过了 把这个杭州贯同场见面以后 当时你们用了不到一百天的时间 就让他实现了这个 从亏损变成了这个盈利 那么当时的 这个也充分说明 当时你所在的这个市场 以及挖的这个产品 非常非常畅销 媒体报道是 极体垄断小产 金饼国营大产 然后又是当时还没有这种先例 所以社会上就是反省很大 省力的领导也纷纷来看 应该说我们幸亏当时 把省委书记请来来看 省委书记表态了 否则这件事情可能也麻烦 因为后面社会也说 我们是几乎是支部主义复辟了 瓦解国有经济 社会上意义很大 那幸亏当时省委书记 第二天就来了 公开表态支持这个事情 否则可能当时就要这了 包括这个当时 我是这个监门的领导小组组长 但是区委局政府 本来叫个常务副组长 去当组长 我说你当组长 那你去监门 我不去监门 所以我这个他是也比较那个 为什么你叫我监门 肯定要有听我的 不能是你来个政府官员 是要替你这么搞 他们是要做知识效果 你们去做好了 我管我抓我自己的生产 宗庆后的强势风格 在与跨国巨头达能合资过程中 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华哈哈与达能从一开始联姻 到最后闹上法庭离婚 历时十一年 这是一场情 礼法 纠缠不清的商业大战 孰是孰非 至今众说纷纭 最终华哈哈赢得了商标权官司 并出资收回合资公司 百分之五十一股权 双方达成和解 所以这个他在媒体上 公开股东员工进行照合法 但实际上是应该说 我没有错 我是讲诚信的 真正错的是他 因为我们跟他最大的麻烦 在合同上就是 谁在搞同一竞争 谁在滥用什么 这两个关键问题 那么同一竞争是他在搞同一竞争 我没有搞同一竞争 而他实际上收购了 百事这件事 在跟我同一竞争 然后我是给你代加工的 你用的是瓦哈的商标 那我肯定这个代加工产品 也是瓦哈商标 而且你是许可的 都有文字写在那里的 我也没有违反 所以为什么后来 所有的官司我都答应了 最后是 他是要我们收购他 开始五百亿的添加 对 从五百亿一直退 对 要我收购的变五百亿 那结果因为官司全打赢了以后 那他是投了多少钱 拿多少钱回去 而且我还没去 给他追究损失了 他当时要我保密 那么上午的时候给他保密 因为他也没面子 所以后来我们也没 没给他去公布什么东西 所以你外界说 我不讲诚信 没有契约精神都瞎说 谁说他没有契约精神 这一单你是从根本上就后悔了 很多东西没有把握得很好 还是说在合资当中 你也学到了一点东西 应该说你在合资当中 也没学到什么东西 没学到什么东西 后来就感觉说 什么四界五百亿 后来不是出去多了以后 就感觉到国内企业也不怎么样 实际上还不如我们中国企业管理的好 这个设备也是我们比较先进 因为太老了嘛 所以你从饮料行业来看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大企业 比美国的欧洲都要先进 管理都要好 一说的这个管理是一个 比如说生产管理 物流 供应链采购的管理 还是说所有的 包括人力资源 包括我 所有的都 你看他们这个国外的大公司 决策也很慢 对 你看我们做了营养快线以后 这个可可搞了两三年 才出了相对我们类似的产品 结果还没有我们做得好 按照您的这个说法 他们是纸老虎了 毛都不是纸老虎猫 我的中华民族确实很聪明 很勤奋 最大的毛病是不团结 宗庆后强势背后 依托什么样的管理方法 建立即是跟竞争即是相结合 才把这个公司来管得好 他强大的自信心来自哪里 我吃得多了 所以心态也比较好 一股对自己相信的力量 熬就把对方给熬垮掉 他如何在复杂的中国市场中 保持饮料行业霸主地位 解密宗庆后的强势管理法则 下节更精彩 娃哈哈与达能矛盾激化 起于2007年 到2009年才尘埃落定 这场争执 虽然令宗庆后心力交瘁 但是他在交战之中 就提前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关闭所有合资公司 为了不给其他竞争对手 以可乘之机 他投资几十亿现金 新建了90条生产线 准备代替原来的产能 但是最坏结果并没有来临 娃哈哈不但收回了 合资公司所有股权 而且还获得了 生产规模的爆炸性膨胀 市场规模也进一步扩张 达瓦之争结束后一年 宗庆后成为蒲布斯和胡润榜的双料 中国首富 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 及其家族以800亿元 成为2010年中国首富 这也是饮料大王首次成为全国首富 为什么宗庆后敢于挑战国际巨头 为什么他能从普通劳动者 奋斗成中国首富 宗庆后准确的市场判断力 以及对企业强大的掌控力 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这还得从他的年轻岁月说起 您经常谈到苦难 谈到您在从周三到绍兴的农场 这个十几年的艰难的岁月 因为您是在初中毕业以后 就已经开始下乡了 您觉得在您做企业之前的这些里程 对于您后来做企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 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准备 所以老个人说有个特点 就什么的一年四季都是忙的 不能让他写下来 因为他有茶场水稻 水果 蔬菜 所以应该说当时工作也比较辛苦 瘦也比较低 饭也吃不饱 但是应该说这十四年来 对我来讲 一个把实地断练好 第二个苦吃得多了 所以心态也比较好 能够吃苦难了 这个对我来讲后面的人生 其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 我看到一些资料说 您在那个时候 在农场劳动的时候 也没什么别的书好看 所以把毛犬几卷 那时候可能是四卷 可能读得非常的透 认证多了毛信 也感觉它其实里面 很多的管理事件还是有用的 在管理上 确实是我觉得很多管理上 是有一套的 而确实是把军队也管好了 所以应该说把政府也管好了 把他的通知地位也稳固了 我觉得他这方面 还是有他多大支出 你只要读懂了毛主席 在二十年代所写的那本书 论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主席为什么能赢天下 其实我认为 钟总的整个理念 他的整个经营实践 和主席带领中国农民 夺得天下 其实有很大的内同支出的 钟总俗读主席的著作 了解中国的乡村 了解中国的广大的 以农民为主体的消费群体 我认为作用是巨大的 如果现在 你同时派人去 东北的长白山天池 西北的阿尔泰山路 东南的海南岛丛林 西南的青藏高原 你随便走进一间鸡毛小杂店 然后把所有的商品目录都抄下来 重复出现的品牌 不会超过三个 恰巧 娃哈哈 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有几个企业家 能像钟总那样勤勉 钟总一年 至少有两百天 是在个地跑市场 其中有一次我记得 那是在南昌 到了街头去了一个鸡毛小店 这小店其实就是 那饮料的一个 最末端的一个小企业 钟总到了这个企业之后 拿起了他柜台上摆放的 那些挖的产品 他只要一看这个产品上的编号 他马上就告诉 随行的公司成员 这个产品是几月几号 在哪家分公司生产的 它是否是窜货了 等等等等一清二楚 那么我刚刚也在讲 当我们很多企业家 包括可口可乐的这种 世界级的总裁 在那里打高尔夫球的时候 钟总却是在中国的乡村 这种鸡毛小店 在一点一滴滴 去寻找一种市场的气息 我认为就是应该说 我们要从中国自己的实验当中 去总结出我们自己的营销理论 可能它还是比较有用的 在中国的营销局段 是比任何国家都复杂的 中国的市场变化 也是比任何国家都复杂的 中国人还要比较细心研究 对吧 你怎么去把这个消费者 这个心牢牢地 掌握住的话 也比较难 你说像中国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实验研发水平 像你们这个认证的中心 你们这 你应该在国内企业里面 肯定是代表比较高的水平吧 对 那你觉得就是实事求是客观地说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研究能力 研究水平 这个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应该是也不对于这家 所以你实际上是中国饮料行业 把全世界饮料搞活了 搞活了 以前的话 这个整个饮料行业 就三类口味的产品 嗯 那也说起来也就吃醉 就是橙味的 柠檬味的 现在各种各样的饮料 各种各样的口味都 都给弄出了 这都不行 对吧 现在你看国家也多钱 中国多了 但是国家也多钱 常年一线奔波 让宗庆后拥有了敏锐的商业嗅觉 而娃哈哈真正令对手胆寒的 是从1994年开始建立起来的 庞大的连销体网络 它的独特之处是 所有跟娃哈哈做生意的一级经销商 都必须按年度提前缴纳保重金 在经营过程中 进货一次结算一次 宗庆后强势推行的渠道革命 便被动为主动 被哈佛商学院列为教学案例 因为当时我们依然也很畅销 供不预求 但到了年底的看起来还是有坏账 这坏账也有我们业务员造成的 也有我们这个经销商不讲诚心造成的 所以当时我想建立年小弟 就叫他先给我打保证金 但是打保证金我也不让你吃亏就是 当时给了1.5%的利息吧 1.5% 1.5%就全年利息是18%了 那么对他来讲他去贷款来的话 可能放在我这里还有钱赚 甚至 对不对 还有钱赚 所以他也愿意给你打 第二个产品确实也比较畅销 有很多经销商是从小做大 是跟着我们做大钱 有感情 这么多年下来我也比较讲诚信 他们也比较信得过我 所以实际上我们的年下底 我们就可以当做我自己的企业去管理 对于是你一家企业在市场上竞争 与团结了几千家企业 跟人家一起竞争 首先人家赚钱你才能赚到的钱 所以你要考虑和厂商双方舍利 互赢互利的才行 这个生意才能做上去 第一个是利益分享 第一个要讲诚信 说的话要算数 宗庆后深知 得人心者 得市场 他曾对媒体说过 娃哈哈的经销商卖不掉的产品 可以直接退回厂家或者换货 不让人家吃亏 敢于承担风险 为娃哈哈赢得牢不可破的营销网络 这也是宗庆后 叫板国际巨头的至胜拔宝 娃哈哈的那个经销商 它的联合体对中总是 十分膜拜的 这个也是构成了 娃哈哈公司利润的重要来源 为什么呢 营销联合体的 这个各位营销大佬们 是要交押金的 这笔钱一次营销大会 所以中总可以收到几十个亿 流动资金其实是 经销商提供的 另一点 你的巨大的这个仓储成本 其实是由那个营销联合体的 这几千家经销商共同分担了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其实它会带来一个 非常显性的结果 那就是娃哈哈公司的 资金流展非常快 它的这个压仓 所带来的这个财务成本 比较低 而这些因素都直接造成了 娃哈哈公司的利润 这个源泉 除了拥有现金流外 娃哈哈在全国建有 七十多个工厂 基本实现当地生产 当地销售 这样也大量减少了 生产 物流和分销成本 从今后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 这个三十多年里面 一个屈指可属的一个营销大师 我说他是一个中国市场的狮子王 那些很多年轻的同辈的各种样 跟他竞争的纷纷都倒下了 那么老外在中国市场上也打不过他 按照他自己所说打赢的 所以事实上就是靠他的一股气 一股对自己相信的力量 熬就把对方给熬垮掉了 中国五个最大的食品 饮料类的企业 可口可乐 白士可乐 康斯福 这些统一 再加上马拉哈 他一家的利润相当于五家 加在一起呢 可能要占到半壁江山以上 所以的话呢 这的确是一个 而且时间这么久 的确是一个市场的奇迹 大家觉得王阿阿是特别神奇的一个企业 你要管这么多的业务的单元 九个这个产品线 还要管这么多的这个区域 好像很长时间就是 您一个人也没有副总 什么他们说甚至讲的夸张的 几万块钱都是您来批的 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们确实来讲管理是比较扁平化的 但局务大了以后 实际上我们也在分级收集管理 后来实际上我们设计了很多部长 实际上部长就相当于人家的副总经理 他也管一方面的工作嘛 但他没有给你平等的地位 给你叫板 是下一层 但是你是做事可以跟他商量 但是他服从的时候 他必须服从 否则他 否则你这个东西 有的过一次讨栏来讨栏去 什么都绝持不了 他肯定是有问题 这两年我们也成立了四个中心 运营中心 管理中心 研发中心 然后就是生活保护中心 实际上是我在北岸管理层的 扁平化的管理架构 让娃哈哈的市场决策灵活多变 从连销体的管理细节中可见一般 东总在营销体系里面 他实行的其实是 你叫正伪制 或者叫那个党子不子一样的 什么概念呢 他的经销商其实不是他员工 相当于他的连长团长 那个营长 他都会给你配什么呢 灵魂性的人物的 理会员 什么意思呢 其实关键的指令是由老中发出的 老中就跟当年主席 几乎每个两三天会写一份的 全国的那个战报 这个战报上面 那个字迹是凤飞龙舞的 这个通报其实明确告诉你 什么什么时候 在哪个市场投放什么什么产品 你什么价格 怎么投放 什么力度 促销力度 这个你执行就行了 他的销售代表 其实是王安安营销总盟司管理的 他直接听从于中总的指令 他这样可以就把他的管理 一杆子插到底的 传统的经常讲管理都说 一个人向他直接汇报的 不能超过七个等等等等 我估计你这里 向你汇报的业务单元 特别是在过去从头了解 是很多很多 那么你用什么样的机制 去直接管这么多的人呢 一方面是我们有信息化管理 反正你没有信息系统的话 现在根本就无法经营 第二个是我们每个月 开一次例会 把所有外地公司的总经理 包括省级的销售经理全交回来 一个是总结一下这个月的工作 布置下下月的工作 那么他们平时的话 有什么问题他们是解释汇报的 通过信息系统解释汇报的 然后我们也经常有人在多查 我们有多查部 然后片区他也要去检查多查 所以交叉在管理 同时我们也要去经营加商 对我们市场也在进行监督 所以也是多迟大地在监管 瓦哈到现在为止 资本市场一直觉得 是一个瓦哈的缺席 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您对于这个瓦哈 未来走上资本市场 甚至去IPO等等等等 这方面有构想吗 应该是我这个主业的话 可能是不太会去的 其实说的话 现在我是不出钱 我也没有银行一份钱的贷款 虽然我们也进行了全员持股 全员持股 但是全员持股 就是应该按照你的贡献 这位是持股是有高低的 第二个来讲的是 你在的时候可以持股 你离开了就要退出来 它让金字产退吗 按照金字产退 这些年的分红率应该还是不错的吧 分红率它一块钱给我可以分到八毛钱 那应该是它也是很大的收入 另外就是我这个股份是可以调整的 动态的 动态的 就是每年可以平的 你表现好了可以生的 你质位提升的也可以生的 然后你如果是表现不好降的时候 你把股份也可以降的 一个是建立机制 跟竞争机制相结合 你才把这个公司在那里管得好 我说你一个企业搞得好 这个建立者当然也是个关键因素 他必须要全体员工农力才能把企业搞得好 那么应该是你如果把邻居小家 把关心员工这个小家的话 他能安心农力地工作的话 你企业才能搞得好 所以才能发展你这个大家 这个企业这个大家 但是如果这个企业 不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的话 你也搞不好 所以你最后就是报销国家 所以这个三者之间关系 是很明确的事 所以我们这个 我们为什么说要关心员工 所以这么多年来 我是经常跟员工在提供 第二个人也在帮他们解决住房问题 在解决他们的后顾之业问题 而且他又是股东 所以他就把这个企业 当自己的事业在干 这样子我才能把新的搞到 宗庆后认为食品饮料行业 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不过近几年 华哈哈在冲击千亿销售额目标时 也一路波折 那么宗庆后一一贯之的 强势管理风格 能否持续适应市场的变化 与企业的发展 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这个影响 现在已经是90后 或者更年轻的这个消费人群 在成为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以后 您觉得哇哈哈这样的这个 其实已经是有一定年头的这个企业 能去很好的应对这样的一个挑战跟冲击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还是比较有个与世俱进的 我实际上应该比他们这个年轻的还更解放一点 对吧 我还不是比较守旧的 像那个电商对于你这个行业的冲击大吗 因为电商的幸亏 我们这个产品复价的比较低 重量也比较重 所以还没被它看上 所以我这个电商毕竟是虚拟经济的 你把设定全部搞砸了 它也没生意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府 对互联网这个电商的支持 而是要管 就是你要让它收税 也要进行管理 总统 您这个只有一个女儿 您希望她在娃娃的未来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她可能有的事情 她比我还高明 我认为她老爸比较土 反正我也想让她去自由发展 财产继承权可能是子女继承 但管理可能也 不一定是一定要自己的子女去管理 去继承 管理人继承也是可以的 而且企业本身就是大狼逃杀 优胜利态的 但是娃娃的确是令人非常诧异的 一个已经做到700多亿规模的 就除了中京后 我们几乎很难再想到 其他的这个领导人 甚至在更早的时候 所有的这个区域 甚至这个70多个生产基地 都直接对向它 这如果不能说是唯一的话 我觉得好像也想不到 谁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种关系状态 因为无论谁来接班 哪怕他们也来接班 可能也都不一定具有 宗总那种权威 可能也不一定具有 他对整个公司的把控的能力 所以在下一步 我觉得他可能是要更多地 注意引进一些这种 相对比较民主的元素 来使整个公司走向 更加规范化地管理 他是已经是一个 70岁的一个老者 虽然宗总从来不认为 自己已经老了 他说在我的生涯当中 没有退休二生 企业就是我的生命 我将伴随挖二公司 走到最后一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